現在你們是否朋友? 各位 那你今晚不要去訓練班 那我們今晚要去玩 玩甚麼? 玩力加速打 音樂其實我覺得是打 令觀眾入了世界 音樂有種大家不需要語言上的共鳴 可以撩動你內在的情緒 加上歌詞 歌詞又很簡潔 寫了一些比較複雜的台詞 因為如果你說一些說話 去說教就很好的觀眾 可能會很難接受 用音樂帶著你的情緒去 可能整件事會容易做些 另一條線就是一個叫女友男的 她是一個中學生 她經常覺得家人不疼她 她覺得家人雖然買很多物質給她 她覺得家人好像不夠付出 於是她決定一天離家出走 那離家出走一天 當下一天 怎知道她爸爸進去醫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記得她們剛才回家的時候 有沒有進過我家房 有啊 你不是說你媽媽回家 就有火粉味嗎 老人千萬 其實你也看到我 很明顯就不是一個方五的年紀 然後想回一個小時候 超過十年的一個小妹妹 有很多東西都記得了 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究竟心情是怎樣的呢 她怎樣看東西呢 她說話的語氣 或者那些動靜 各樣東西 那是要重新尋找的 有些距離的時候 你又好像 怎樣說呢 你認識分 以前曾經年輕的一個自己 有一件事要補充的 就是我們可以想回以前的 以前我們自己年輕的時候 是怎樣的 但是現在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 其實跟我們以前的年輕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不同 還有 要找回以前小朋友 沒有了大人的負擔 叫做什麼 那個障礙 沒有那個障礙 很直接就去的 小朋友那種直接 我們是要重新學習的 以前排的音樂劇 通常是劇本 音樂 各式所有的東西是定了的 那 所以一路排就會有一個 根據 那今次就是 我們都 因為這個戲是一個再創作來的 原本做過一次這麼多年 那應該是一個rerun 但是我們將它 expand 起碼長了一半 所以有些劇情 有些人物 甚至都是加進去的 歌曲也都有加進去的 所以在採牌的過程 是不停地修改 包括這首歌 我們都會 這首歌和歌詞不同了 是不停地修改 甚至是這個角色 原本第一次rerun 是沒有的 我們這次是加進去 令它更加豐富 所以直至到 這一刻我們彩排的過程裡 都仍然是很多 山繭或者家賊 不停地創作 我們排戲 經常都會有一些創作劇出現 但是創作的音樂劇 是第一次的 那個device的程度 是連歌擺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改的 譬如 以前是第二場 最後的時候出 現在直接是 放到第六場的時候出 那首歌的interpretation 也跟以前完全不同 這些調動 彷彿我們現在 都在參與 怎樣去創作一個音樂劇 不是純粹演員的部分 當生命遇上不對 親愛的 請活好當下 唱幸福的歌 其實我們想說 怎樣才唱幸福的歌呢 通常唱歌都是一種 很開心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唱歌的 或者喜慶之下才會唱歌的 我想要唱 一唱歌就是幸福的 通常都是 我覺得音樂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 即使有些人 在喪禮 非洲的地方 他們喪禮裡面 都會唱三天三夜的歌 其實都是想亡壞 這種苦痛的東西 有一個藝人幫我們現場 仿潰唐卡 他在現場是在戲裡面畫的 他畫的時候 他還未完成 可能畫一場戲之後 一個戲大概一個半小時 可能畫不完成 在觀眾入場之前 他已經在畫 到散場之後 他們還未畫完 當觀眾離開之後 他就停止畫這幅唐卡 然後明天他就開始繼續畫 可能做完五場之後 他還未畫完 但不要緊 我們想說的就是 當下這種感覺 藝術是一種生命來的 不是每場完結就完結 不斷去延續 觀眾進來看戲之後 看完戲之後 那種信息可能在裡面 是在纏繞著 可能離開劇院之後 當下可能有感受 又或者幾年 幾十年甚至 快的可能幾個星期 他有些生活上不愉快的事情 他想回我們這個戲所說的 活好當下的種子 我覺得他已經 生命在這裡 和他的細胞連繫了